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評審 各位熱愛數學的同學們 大家好 我們是三次方程 在爺爺的證明題這本書中 數學家維杰薩尼一生追隨著真理 他認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能夠由公理獲得一個唯一的解釋 因此他認為聖經是不可思議的 是無法經過嚴謹的論證而得到的 要了解一下爺爺的思想 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公理是什麼 公理就是沒有經過證明 但被當作不證字明的一種命題 人類由公理開始建立 建立出現今的數學 像是我們從小就接觸的幾何學 就是建立在歐基里德的五大公理上 這些公理簡單惡要 但同時經得起人們對於其本身 或者是解釋方法的考驗 然而在幾千人來有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幾何學裡面的第五公社 就像是一個無法抖掉的疙瘩 讓許多的數學家都苦惱不已 因為他不像前四項公社如此的簡單惡要 但又不能由前四項公社推導出來 於是數學家羅巴仇夫斯基想到 用反正法來證明第五公社 他假設直線B和垂直線的α角小於90度 但是直線L和直線B永遠不會相交 在最後他並沒有證明出第五公社 但是他卻得到一個在直觀上匪夷所思 在邏輯上卻毫無矛盾的論證 我們就來舉個例子吧 我們現在重新定義平面為 所有的點都落在園內 線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線 只是直線的端點 例如圖中的A和B 並不包括在線內 在這個時候 公里1和公里4是明顯有意義的 而公里2和公里3 我們也只要透過重新定義距離 就能夠成立 至於令人苦惱的公里5 在乍看之下 AB和AC線相交於A點 但是不要忘了 A點是不在園內的 因此兩條直線並不相交 也就是平行 同理BD線和AB線也是平行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 通過E點與AB線平行的線 不止一條線 也就是說 螺絲解法學中 通過E點與一線平行的線 有無限多個 這麼美麗的論證 讓我們不得不相信 這個世界上有另外一種 幾何學的存在 但是我們又要用什麼樣的態度 來面對兩個持有相反態度的 學問同時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呢 這是一個苦惱了數學家 許多年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可以用相容性來解釋 相容性就是指 在這個公理系統中 我們不會推導出任何矛盾 歐式幾何和非歐幾何相容的意義就是 如果我們在非歐幾何中推導出矛盾 那麼同樣的 我們也會在歐式幾何中推導出矛盾 也就是說 在邏輯上 非歐幾何和歐式幾何是同樣正確的 同樣正確的 這兩個看似完全矛盾的理論 這有可能嗎 在這裡我們首先必須了解 歐幾何學本身是一個演繹系統 它是一個從某些公理和定義 開始用邏輯演繹的方式推導出來的系統 它把邏輯應用在這個系統中的所有物件上 這和物件的本質或定義並沒有任何關係 只要這個物件可以符合系統中的邏輯法則就好 從這個角度來看 歐式幾何和非歐幾何都可以成立 而這也代表 第五公理是獨立於四大公理之外的 這令我們不禁納悶 如果這些公理可以是彼此獨立的 那麼公理是不是就是一個可以任憑我們 隨心所欲選擇相信與否的東西呢 也許在邏輯學上 他們都可以是對的 但是一定有某一個 才是真正決定空間本質的幾何學吧 數學家高斯曾經做過一個實驗 他在三座山頂上 用放射光束的方式得到一個大三角形 然後計算這個三角形的內角合 所得出來的結果與180度相差的值及其微小 這也證實了在地球的環境上 歐式幾何是適用的 然而1919年艾丁頓的觀測結果卻與高斯的實驗大相徑庭 他證實了他證實了愛因斯坦的理論 光線不會永遠行走直線 在經過太陽這樣大而重的物體時會受到重力作用而彎曲 這項理論所運用到的宇宙幾何學並不是歐幾里的幾何學 它證實了宇宙的空間其實是非歐幾何的 所以我們身處的空間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宇宙的真理存在嗎 我們是不是永遠沒有辦法真正的確定任何一件事物了呢 這些理論和觀測結果對數學整理的確定性造成極大的挑戰 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數學是最接近真理的一門極其嚴謹的科學 然而非歐幾里的幾何學 非歐幾里的幾何學以及連系統假設的出現 使得人們對於真理的相信逐漸出現裂痕 許多重要的數學家們也漸漸分裂為各式不同的學派 各有各的一套系統 然後哥德爾不完備定理的出現使得這個情況又加深 哥德爾不完備定理這個定理是在說明 在任何一個表達能力足夠強的形式系統中 都不可能同時具有一致性以及完備性 而我們所了解的數學一切皆構築在公社之上 它們讓我們去靠近接近數學 但是也因為這些公社是為假設的 我們無法證明其真偉 看看你相信與否 然而數學的模糊不清 就足以阻擋我們去欣賞數學的美 奧妙以及價值了嗎 本書的結尾有一處 尼克教授所說 發人深行的話 每個人都應該去選擇一條自己的生命之道 允許自己去滋養秩序和連結的這種意義 而我們在追求數學的確定性之餘 也不應該忘記探索數學的發現 那也許上帝是否存在是永遠不會被證明的命題 但我們能學習拉維的爺爺那般實事求是的精神 一旦選擇了自己的生命之道 便堅定地走下去 這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三四方程精彩的演出 請到台前來 我們請賴以威老師發問 好 謝謝你們的報告 那我有一個問題 這本書其實很花了一些篇幅 或者它整個很大一部分是在討論宗教跟數學這兩個 這兩個很重要的 對人們來說很重要的兩個部分 那想請你們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作者他對於宗教跟數學這兩個部分 他的看法 以及你們對於宗教跟數學這之間的關聯性 你們覺得他是一致的呢 還是他是不相容的呢 就是這樣子的 分為作者以及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作者在宗教上面 最終爺爺在後面的地方 也對於公理上面有些妥協 就發現這並不是絕對的 所以我覺得透用在現在的生活上面 我覺得公理就是一個假設的東西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 我覺得重點在於我們相信與不相信這個公理 那如果我們一旦相信了這個公理的話 那就要一直走下去 所以這個是作者的想法 還是你們的想法 我覺得這是作者在書中想要傳達給我們的 好 那你們的想法 那你們覺得說宗教跟數學 這兩個部分他們是一致的呢 還是他們是不一致的 或是他們哪些地方有共同點的 哪些地方是沒有共同點的 我覺得宗教跟數學他們其實是一致的 就是他們在相信某一個事物 某一個真理上面 他們可以很堅定的相信這個真理 並且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去探討這個真理 然後得出一個可以維持他們這個學問基礎的東西 好 那我差不多沒有問題 謝謝 非常謝謝三四方城 我的天啊 謝謝 pourители 我的觀看 谢谢观看